第四次整理工藝術 葛夏第一次以總統身份訪問臺灣 也是上任後的第一次的國事訪問 非常具有意義 我三年以來到巴拉圭訪問兩次 第一次參觀過飼料生產計畫工廠 以及蘭花產業發展計畫展銷中心 第二次參加了臺巴車載大學星效班的開課疑試 我們也看到了白昌玉患者成功的成長 在兩國攜手合作之下 巴拉圭無論是蘭花培育 或是教育各領域的發展 都不斷往前進 臺灣和巴拉圭在各領域的合作 有兩國人民共同的心血 再充滿了許多人的理想和期待 我們會加強獎學金及各項技職訓練的合作 也將調高美味的巴拉圭牛肉輸入臺灣的配合 來促進雙方的健康關係 今年2月 臺巴經濟合作協定已經生效 總統閣下這次來訪 也將親自主持巴拉圭投資上級的說明會 來促進雙方企業界的股東交流 我也希望總統閣下和訪團貴賓都能藉由這個行程 來了解臺灣的各項經貿建設和最新的發展 再次體驗臺灣人的好客和熱情 今年臺灣跟巴拉圭建交邁向第61年 巴拉圭政府新領袖 新氣象 我們也期待透過今年兩國人民共同的步伐 未來臺巴的合作交流 能夠有更多的新進展形成 謝謝